10月22日中午 根据港媒报道 之前被卷入布鸾链风波的王瞳 和救爱爱城市挥布人 而且两人一层 没有害我 马丁姐是我朋友 走出来了吗 走出来我们今天不能走来迷失 时间内 王瞳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甚至被友人爆出 精神开始混乱 经常出现幻听 大家无同知晓 就在前几日王瞳献身意活动 痛苦哭诉 这五十几个月不能眉的日子 靠助身请客医师凯利的药物入眠 自己事发后 第五天他才有口渴的感受 第十一天才有食欲能吃白面 令人费解的是 活动现场出现了 王瞳昔日情夫马俊林的身影 话说经纪公司的心真大 明知道王瞳丧夫不久 还让他跟昔日小三 一起同态同旷 出演新片 而如今被爆出新的恋情 众多网友猜测 也许是悲伤的女人 急需呵护 还没曝光 王瞳在10月3日复工 出席新片首映会的画面 他受访时露出甜美笑容 贪及伤心处 忍不住哽咽落泪 期间不少人尚且安慰 王瞳假装坚强 但大部分时间 都是一个人耍手机 神情落寞放空 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据悉 艾成和王瞳交往 十年感情一直不错 王瞳2019年与男演员 马俊林出轨被抓包 当时马俊林的妻子 梁明婷 曾在社交媒体上 多次暗示家庭被介入 不过马俊林和王瞳 都对传闻进行了坚决否认 又男友的王瞳 还被抬到和妈妈去调整工件 似乎好事相近 然而 就在匪恶快停息之时 马俊林和王瞳 却被媒体抬到出轨实锤 2019年9月8号 马俊林与老婆 梁明婷被拍到共进晚餐 之后她将老婆送回家 独自出现在健身房 并被拍到和王瞳约会 接着 两人不仅一起吃了宵夜 分别之际 马俊林还上了王瞳的车 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马俊林在和王瞳约会之前 还在社交媒体上 晒与老婆在健身房的照片 秀恩爱 2019年10月 出轨时间愈烟愈烈 马俊林老婆梁明婷 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王瞳带着妈妈和阿姨 跑来家里 对她破口打骂 之后 马俊林和王瞳承认婚外情 并对公众进行道歉 因为 我们都想和我们直播的 那个直播室的名字 洁生自爱啊 洁生自爱 洁生自爱 我是艾成嘛 洁嘛好洁嘛 洁 王瞳写给马俊林的情书内容 也被曝光 当时王瞳和马俊林 都召开了记者会 但记者会上 作为被告的王瞳 坐在马俊林边上 低着头哭泣 显得非常无助 但很多网友却发现了马俊林的处处为后 她甚至表示 与梁敏廷不知道如何相处 从网上传出的梁敏廷 与马俊林的对话 可以看出 对于老公的欺骗 她最开始是想要去挽救的 马俊林将所有国 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表示自己 确实没有控制好 对王瞳的感情 将戏里戏外混合在了一起 还暗暗指责原配妻子 让自己无法面对同事 以及王瞳家人 马俊林与梁敏 是十大的师兄妹 两人交往了一年半后结婚 去年两人共同郁郁可爱的双胞胎 在2012年母亲的采访中 两人还谈到了对婚姻生活 以及对思考之家的期待 时隔一年 却生情变 梁敏婷在最近的采访中 面对主持人提出的 为什么只高王瞳一人时 她表示了是念及家里的孩子 才放下起诉的想法 看来还是有所期待的 艾成事后原谅了王瞳 并与王瞳步入婚姻殿堂 马俊林则遭到抵制 曾在2021年 马俊林确定将付出回归 帮忙陪伴 为出演新角色 海报收时机 付出的马俊林 很感激给她机会的电视台 当谈到与梁敏婷的近况时 并未离婚的马俊林 表示自己今年会和老婆一起过年 一起照顾孩子 大方秀了一次恩爱 看起来已获得原谅 甚至还会用撞击地板 受出轨事件影响 原本可以说是戏剧女王的王瞳 已经长达8个月没戏拍 再加上身上还有台北房子的贷款 要还 王瞳不得不出售高雄的房产 以换取现金来求生 女方更是收回50万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12万元的投资 切割美食餐厅的合作关系 不认回归当音乐伙伴 让人爱的结晶恐怕灾也回不去 但即便如此 和她勤缠8年的艾成 仍不忽略不去 不仅陪王瞳看电影 还拿她当家人一样的爱抑 然而 即使王瞳和艾成 讨了8年的爱集线 但是两人之前的战情 也并不是很好 就在2021年的8月5日 王瞳在直播中因魂晕不幸福 而情绪崩溃痛哭的事件 在网上引起热议 王瞳当天可张银惊 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精神一场 唱情歌时也极为专注 但王瞳还是忍不住 开始抱怨和艾成的婚 她表示有些事情 即使跟艾成说十字 对方都不会听 反而还怪她脾气差 而且艾成几乎就是在冷包里她 如今 夫妻俩却天人有格 她去简单的散步 她从来不跟一聊 完全不关心你的心情 她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就连今年7月7日 他们迎来结婚一周年的时候 艾成也没有任何表示 王瞳在影视频中表示 她要拉近夫妻关系 这让王瞳非常难以认受 直言自己 希望能有一个懂得陪伴她的老公 这段婚姻让她很困惑 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结婚 王瞳在讲述过程中 她投资是否顺利 又是否出现了十妹意外 所以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 但她之前即使曾陷入出轨争议中 婚后 夫妻俩偶尔会有摩擦 去年王瞳在直播中哭嘱 自己仿佛跟一个机器人结婚 她称艾成生活过于规律 她无法体验到新鲜感 甚至传承离婚念头 艾成意识到自己问题后 努力改善 并承诺绝对不被判施子 让人很快重归日后 上个月才一起庆祝结婚两周年 谁也没聊到 艾成会图传资讯 17日她在地铁大楼坠楼身亡 年仅40岁 艾成去世的恶好一出 网友们震惊不已 纷纷留言悼念她 然而 有一部分不理智的网友 竟然跑去质问王瞳为何补救丈夫 甚至评论夫妻俩的相处方式等 经济公司为了不让王瞳受更多伤害 只能关闭评论区 让她好好冷静一下 一众明星对王瞳的行为感到不耻 纷纷发文力挺王瞳 曹西平说道 谁是谁非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躲在她家床底偷听吗 嘴巴再说别人钱 先说自己 发生这种事情 谁愿意 已经够伤心难过了 我喜欢哪些东西 或是朋友说 母亲借记彩片给妈 你认识她吗 听什么评论 想我爱你很简单 打断高线的人吵架和抱怨 闭上你的嘴 曹西平和林可为说的确实有道理 那一段夫妻关系没有矛盾的 老公突然去世 甚至趴在地上爬行 她会舔别人的脚 这时候还提醒她 实在太过分了 她透露爱诚心格比较内向 很多事情压抑在心里 经常情绪失控 受疫情影响 爱诚经营的餐厅陆续倒闭 情绪越发的低落 目前 距离爱诚去世 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外界非常关注王瞳的状况 心疼一个女人 是否能够从悲伤中 尽快的走出来 但是看到王瞳的表现 也引发了不少网友们的质疑 譬如最近 爱诚刚离世半个月 王瞳就现身剧组聚会 和搭档演员台长 将她的 跑在了女人的前方之上 但是起码就引发了声音 评论区立马就出现了各种留言 有人感慨这才几天啊 有人嘲讽王瞳 这事 长痛不如断痛 人生还很长的意思 还有人直接留言 男一想像你的笑容 会如此灿烂 是好开心吧 总之 网友就是没法理解 踩过了半个月时间 他发文称 王瞳为何就能表现得如此开心 是因为觉得自己自由 可以找新对象了吗 当然 也有网友觉得 无论对王瞳的恶意太大了 有些可怕 尽管当时艾成 已经没有了经济来源 但她也表示 仍然决定再次 操作真是让人惊掉下巴 有些人的恶意太大了 就是了带人的恶意太大了